那我们这一周来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一个关于在这个影像处理里面的第一步 我们通常在这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上面 除了能够成功的将病人影像读取进来显示出来之后 下一步其实我们在犯读影像或者是要这个为病人做一个影像上诊断的时候 通常第一步就是观看这个影像 那观看影像的过程中其实各位会发现 很多时候这个萤幕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一个影像的一个对比度 不见得是你认为最理想的对比度 那如何去透过调教这个显示的对比度 来让这个医师们更容易去用肉眼观察到这一个细微的一些病状 或者是去明确的这个观察到病状的一些contour 或者我们说到边缘 那这个通常都会是在这一个取得影像后 医师接受到影像的第一个步骤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谈论一下 关于影像对比这件事情 以及这个在看片子的过程中 我们通常也都会常常去做一个说放的动作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细微的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放大再来做一个观察 那这个所谓调教影像对比 跟这一个放大的一个动作 其实都跟一些这个矩阵的运算 甚至跟所谓的这个像素强度值的一个值方图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都会在这一周里面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好那一样请各位去我的这个网站上 从计算机刚刚的里面download一下这一周 也就是CM2S底线L12 这个压缩的 请你把它download下来减压缩 等一下我们会使用到 好那因为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呢 实际上会牵涉到这一个矩阵的一个取值 那我不知道各位对于影像的概念有多少 不过不管是你用这个手机去拍照 不管里面对于是一个医学影像 其实影像本身就是一个矩阵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常常会在口语上听到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1200万画素的照片 这是一个400万画素的照片 那实际上这一个几百万 就是到底在一张影像上面 它拥有多少个像素点 或者我们说影像点 那这个点呢实际上 它的排列方式各位可以想象到 一定会是一个矩阵的形式 就是一个几层几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一个 我们说之前讲到这个画面 1920x1080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矩阵的排列方式 那这么多的一个像素 对比起来就是一个我们常常口语上讲的 什么几百万几千万画素这种概念 那在我们要去学会影像的这一个取值 或放大之前 我们必须先了解 矩阵的构成是什么 我们也必须了解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影像部分 做放大 或者做一个缩放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怎么样去对影像 影像做一个取值 那当然我们今天所举的例子会比 这个MateLab 这一个程序员的平台 做一个例子 教老各位怎么样 透过MateLab的语法去做一个矩阵的取值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这个Matrix的Index就是我们说它的一个位置 它的一个位置来做一个这个说明 好 那有些人各位都还是这个城市的这个新手 所以有两个很重要规则告诉各位一下 在我们这一个指派或是去创造一个新的矩阵或新的变数的时候 有两个游戏规则请各位务必要去遵从 第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变数名称 甚至是我们说我们在写一个程式码的时候 那个程式码的档名 都非常重要 都必须是不能以这一个cannot 不能以这个数字做一个开头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已经提过在MateLab的世界里面 等号这一个东西是代表指派的意思 指派就是说我会请城市将等号右手边的数值 或者变数指派给左手边的这个变数里面 那问题是左手边的变数就是你所命名的那个变数 它可以是任何的一个名称 你可以随便乱打都没有关系 但是唯一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不可以以数字也就是不能以0,1,2,3,4,5,6,7,8,9 这10个阿拉伯数字做这一个变数的开头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你不能够取一个变数名称叫做EA E是数字的E 你不能叫做EA 这样是不行的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语法 正确语法是你可以把E放在这个英文字母的后面 比如说A1,A1这样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变数的名称里面可以有数值 但是不管怎么摆 不管你要放几个数字都没有关系 但是请你不要让它在第一个字母上 不要在第一个字元上就不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游戏规则呢 就是我们在创建这个变数名称的时候 请你尽量不要用 这个我们常常通用 或者我们其实在程式里面常常已经先先行保留下来一些关键的变数名称 或者一些字词或者我们说函数的名称 当做是这个变数名称会出问题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们这一个Malab的程序里面有很多很多已经被提办好的函式 当然这件事情对各位来说有一点点的麻烦 因为各位才刚接触Malab怎么会知道它拥有哪一些变数名称 你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一些先行被保留变数名称 你有可能会不小心在使用的过程中误用它 你如果误用它 其实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产生 但是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宣告一个变数叫做sin 我就写sin等于15 当然没有问题 从这一刻开始Malab就会认得sin就是代表15的意思 可是问题是在你之后如果想要去使用sin 就是我们说三角函数里面sin这一个function的时候 就是问题因为从你宣告它等于15那一刻开始 它就已经不再认识sin这一个三角函数 它都只知道sin是一个等于15的变数 所以这个它会有一个覆盖的情况出现 所以通常我们会说当你经验足够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建议你不要去使用这一些先行保留下来或常用到的这些函数名称 当然如果你想要make sure 到底它是不是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你命名一个变数之前 请你在Malab的commodel上help一下你想要使用的那个变数名称 比如说你就help控格asin check一下它是不是一个function 如果是那么你就不要使用它 如果不是那么你就可以安心的去用它 那怎么样去确认这件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命名一个变数叫做a1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这个commodel上去help一下 有没有叫做a1的这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变数 或者这个被保留下来的一个函数 按下去它告诉你没有找到它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被使用过的一个名称 所以你可以安心去使用它 但是我刚刚所举的例子比如说sin 它实际上已经被保留下来当作是一个三角函数 已经是被当作是一个三角函数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help里面已经有一些结果出来 请你就不要使用它当变数名称 in case 之后如果你刚好就需要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ok 好所以这两个游戏规则请各位记得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去犯了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错误的话 其实maver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对的做法 比如说你写1a等15 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unexpected 就是一个未预期的一个maver语法 所以你可以使用什么 你可以叫做a1等15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那以这样的概念呢 实际上请各位上来练习一下 当然我们说只拍个数字给一个变数大a是没有问题的 那各位试试看第二个答法 第二个答法呢 你会在等号的右手边放上一个中夸号组 在中夸号组的中间你会以空格的方式写上1 空格2空格3三个数字 你试试看这样的答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a等于中夸号组 各位注意哦 我们在打这一个中夸号组的时候 我的习惯都是先把中夸号组给打完 再回去里面填数字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忘掉 后面还有一个所谓后夸号这件事情 那很多一开始初学者都会习惯就先打一个前夸号 再去打数字 再去打一个后夸号 但是通常这样下降不是你很容易会忘记那个后夸号这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的打法习惯是 在我做这一个我们说一个factor 一个向上的选考的时候 我会先把中夸号组打完 再把游标移到中间去打上1控格2控格3 那在下面讲之后你就会注意到在你的workspace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叫大A的变数 里面所处成的failure就是一个1.2.3 那你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1乘3的一个double 1乘3的一个factor 那里面存上的这一个数值分别就是1.2.3 所以各位从这个例子就会知道 如果我今天将一个变数 宣告变数的过程中 我用中夸号组将几个数字夸起来 就代表它其实是一个向量的情绪 OK 那再来各位试一下第三种答法 我现在在里面放上六个数字 1.2.3.4.5.6 但是我在三跟四中间是用分号的方式做一个分隔 其他都是以空格的方式做一个分隔 请各位会尝试一下这样的发生什么事情 A等中夸号组里面放上123456 都以空格做间隔 只有三跟四中间 请你以分号做一个间隔 好我们试试看 一样单A等于 一控格二控格三分号 四控格五控格六 这时候你会注意到 你所得到的这一个东西 这个变数已经不是一个向量 它变成是一个矩阵 那一我们就会看出它是一个二乘三的一个矩阵 所以在这边各位就会知道分号 我们之前说过分号放在一个语法 最后面代表是一个结束环节的意思 而且是告诉mei-level 不要再考虑的上去preend out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你把分号放在一个中夸号组的中间 等于说你在宣告一个矩阵中间放上分号 它代表是换行的意思 换行的意思 所以可想我们知道你在宣告这个问题中 假设我今天想要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我该怎么做 我会在这边再放上一个分号 然后再任意的打上三个数字 比如说890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就这么简单 所以分号代表的是在矩阵 宣告过程中的一个换行的动作 但是请你切记 它一定要放在中夸号组的中间 那宣告的过程中 请你不要忘记 既然它是一个矩阵 每一行都应该要拥有一样多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第一个row 第一行拥有一二三三个数字 第二个row 请你也应该拥有三个数字 如果你不小心打low的一个数字像这样 很明显这个矩阵会出问题 因为这个矩阵会变成是一个两行 但是又有不同alm 又有不同数字的一个情况 那那我就会把你颜色给你看 他会告诉你说 当你在串接 这就是串接的意思 当然在串接一个矩阵的时候 它的维度必须要是consistent 必须是相符的 也就是说不同行里面的维度 都应该是一个一乘三的vector 不能有一个是一乘三 另外一个是一乘二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练习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稍微辛苦一点 我要你稍微宣告一个比较大A的矩阵 就像荧幕上这个样子 各位想一下你要怎么去key 我要你宣告一个比较大A的矩阵 里面是一个五乘五的一个矩阵 分别放上荧幕上的这一些数值在里面 所以你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动手稍微打一下 好 试着在你的conference上 create出这样的一个大A矩阵来 好 那因为时间非常宝贵 我就在旁边跟着座 跟着座 我把这里切换到大A的矩阵 好 大A这个矩阵 大A这个矩阵 我觉得很辛苦的跟各位一起打的字 大A等于中花族 这个时候数字就很多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先把中花族给打出来 好 里面你续放上12 2 3 3 4 4 6 好 做一个分号换行动作 3 7 4 6 5 再做一个分号换行动作 4 6 64 6 84 好 再做一个分号换行动作 6 5 6 7 37 好 再做一个分号换行动作 7 4 4 5 23 7 7 8 7 好 如果你宣告正确 你在你的这个concorder上就应该看到这一个5乘5的局正 那你如果跟我一样有时候萤幕切开小的时候他自己帮你这个换一排啊那我不太喜欢这样所以我把版面调整一下再key in一次 好 他应该要长得长得像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应该也要看到就是一个5乘5的取证长的样子那 那 一样宣告论中如果你打了2个数字或是打错这一个就是少一个空格都会出现问题的那各位就自己检查一下你的程式了好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取证群告的方式但是我现在要各位做的事情是我要让各位做一个曲折动作所谓曲折动作是各位必须要先认识到底在程式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标定任何一个元素在矩阵里面所在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共同一个坐标方式嘛一个标示的系统那告诉各位在made up的世界里面呢有两种不同的标定方式一种我们称之为columnwise的index 各位记得index就是一个坐标位置的意思所以他第一种坐标位置的这个描述方式叫做columnwise所谓columnwise的意思呢各位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红色的矩阵呢就是代表了每一个元素他所给定的一个标定位置各位可以看一下标定为1的地方就在左上角这个位置依序呢顺着所谓column也就是直列的直行的这个方向我们会依序做一个labeling12345 接下来数完之后我们会换一个column然后第二个值这个值行的位置哦继续数6 7 8 9 10 直到数完之后再换一个column1112131415一次类推置到25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columnwise的index 一个一个用每一个位置每一个element都用一个数字做一个标定排序的方式是columnwise 第二种标定的方式我们称之为rho column的index那这个会是比较直观一点哦就是我们口语说的几只几的一个位置哦 那刚才上来说每一个element都会以一个pair就是以一个成对的数字来做一个啊坐标标定的一个方式哦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任何一个位置我们都可以一个一开始是一个rho rho就是指一个这个横列的一个意思哦跟一个第二个数字直行所在这位置做标定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是在第四个rho也就是说第四个行列以及第二个直行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以4-0.2用一个动号做一个gpl 4-0.2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leveling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rho column index 那现在请各位试试看如果我现在希望请你取出这个位置 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在metable的一个command window上针对a这个位置做一个曲直的动作 怎么做我们先练习一下使用columnwise index 那可想而知现在我所框起来它是一个在18的一个位置 所以各位请你记得一下哦 如果在metable世界里面如果你想要对一个矩阵做曲直 请你先打上这个矩阵的变数名称大a 接下来呢 请你用小括号组哦 记得哦 我们刚刚在做矩阵宣告的时候 所使用是等号右手边的中括号组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矩阵的曲直 请你直接在变数名称后面加上一个小括号组 在小括号组里面放上 either是columnwise的index或者是raw column的index 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会放上18 那可想而知18就应该取出哪个数字来 18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6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应该会取出回转公司 你说a18这个位置所组成的数值是等于6 是等于6 另外一种曲样方式我刚刚说的 你也可以用什么方式 在这个位置上应该也叫做什么 3.4 这样的一个曲直方式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3.4 所以你可以在小括号组里面放上 either iscolumnwise 或raw columnindex的方式 都会给你回转一模一样的数值 一样都指到同一个位置上面 可以介绍吗 所以这个练习很简单 你在你的心中就是要默默的记得 columnwise的书法和raw column的书法 那对于我们的人脑来说 当然右手边的方式直观非常多 直观非常多 因为你如果你要去记得任何一个暗门 比如说我问你 6.4 是哪一个columnwise的index 如果你没有左下角 这个表可以做参照 你要在那边慢慢数 就是这边有两column 所以是10 再加上三个暗门 就是13 但你加上如果你手上有的是一个 1000乘1000的矩阵 这件事情会熟失你的 所以raw column的index 其实对我们人脑来说是比较方便 但是有的时候在计算过程中 只用单纯一个矩值 一个数字矩值的方式 其实会方便很多 所以这两index的系统是同时存在 是同时存在 之后各位慢慢有机会 这个领悟到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挑战 如果我今天不是只要取一个位置的数值出来 我今天是想要取一个范围的数值出来 我该该怎么去做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取你取出这一个 荧幕上红色方框 或者是深蓝色这个方框 所框出来的这一个位置 请问你的语法该怎么输入 请问你的语法该怎么输入 那 先以肉眼上方看一下 明显的左手边这个情况就是包含了 6到10个columnwise index的这一些element 那 右手边就是包含了 我们说 column都是2 但是 如果是从1到5的这一个情况 那 刚刚上来说 各位记得 我们在取直的过程中 取直的过程中 你其实可以套用 套用就是多个 多个这个element的一个取直方式 举例来说 假如你想要对左手边的 这一个columnwise index 做一个多element的一个选取 我会这么做一个key in的东西 当我们只key 18 那现在你有很多个元素 你要做一个key 那该怎么办 记得 在取直的过程中 你可以这么做 6 冒号 10 好 各位记得有件事情 我们说过 其实在mahap世界里面 冒号这一个东西 它其实有两个意义 各位先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意义 如果它夹在两个数字的中间 就代表道的意思 就代表道的意思 我们上一半应该有稍微提到一下 讲的在mahap 讲的两个数字中间 代表是道的意思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6到10 从6到10 以1为一个间隔 所以这个6到10的意思就是 6 7 8 9 10 就是 这是第一种key in的方式 就是 你一样会得到我们刚刚说 诶 从这边来看 6 7 8 90 即将它处成的数字就是什么 27654 答案就讲27654 没有问题 那你有另外一种key in的方式 一样是column by syntax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今天不想要冒号 我今天想要一个一个把数字key上去 我该怎么做 请你用一样矩阵的方式中括号组 6 7 8 9 各位拆解一下 当你看到一个程式码的时候 请你由内而外去做一个拆解跟解释 当我看到一堆夸号 请你不要慌 请你从最面称的夸号开始 这是一个中夸号组所夸起来的五个数字 678 90 按照我们刚刚的方式 中夸号以空格做一个间隔 没有分框存在的情况下 它会是一个项链 以这个例子来说 它代表是一个项链 1乘5的项链 里面分别转上678 90 对于没有软链说 你先宣告一个项链 是67890 这样的一个1乘5的项链 丢掉了一个 我们刚刚说 对A 这一个变数 A这个矩阵做曲折的动作 好 所以你把一个1乘5的项链 丢到曲折的这个位置里面来 那当然对他来说 得到的还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认为就是你依序丢给了他5个Column 和Index的一个曲折 OK 所以这两个结果都是一模一样 好吗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使用我们刚刚说 右手边这个RowColumn Index的方式你该怎么做 不要忘记哦 这个时候 请你记得只要是RowColumn的曲折方式 你都一定会在小号里面会有个斗点存在 代表了 斗点前面代表的是Row的一个曲折 斗点后面代表的是Column的一个曲折 那现在可想而知 我们刚刚说过你一下 要针对的是1到5个Row做曲折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这样 斗点前面放上一个1冒号5 斗点后面放上一个2 代表什么意思 Row位置我要从1到5做曲折 但是Column方向大家都落在第二个Column上 所以我只打了一个数字 各位看得出来吗 那这样的Kiva的结果会长何样子 27给54 但是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 它的一个输出结果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的输出结果会是一个1乘5的一个 1乘5的一个向量 但是这个输出结果会是一个什么 5乘1的一个向量 也就是说当你使用RowColumn做曲折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帮你保留原始的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 其实原始应该会是一个5乘1的一个Column Array 应该是一个Column Array 好 同理可证 如果我今天不想要冒号的KEY方式 我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把1乘5换成什么 换成一个向量 换成一个向量 长这个样子 1 2 3 4 5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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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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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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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间隔 做曲直的动作 但是如果只有 代表是全部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今天我不管你有多少个row 因为他现在放在豆典前面 我不管你有多少个row 我全部都要的意思 全部都要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结果跟你刚刚用e号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当然 这会跟什么结果不一样 如果我今天写的是e号4 合想而知结果就不一样了 因为e号4就表示 是我只有针对前面四个row做一个曲直 但是因为e号5就是全选的意思 所以它跟直接单独跟帽号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理解一下 请各位自己操个笔记 帽号的使用方式有两种 单独出现代表全选的意思 加在两个数字中间 代表是从左边那个数字 到右边那个数字 以e做一个间隔 OK 所以这件其实够简单 简单到有点侮辱各位的智商 所以我们再稍微换一下 准备一下 如果我今天想要选取的 这一个矩阵曲折的范围 不是一个向量 就是不是单一个row 或不是单一个column 而是一个范围 比如说你现在例子来说 我现在请大家取出 在这个五成五的矩阵里面 取出一个三成二的一个矩阵 可想而知 它是一个从第二个row到第四个row 以及第三个column到第四个column的范围 所以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时候我先鼓励各位 你先想一想 我如果要对这样的一个矩阵和曲直 我使用这两个intex的系统 各自应该怎么做key 其实跟刚刚没有什么差别 一样左手边这种columnwise的方式 你一定要用单一个的一个向量 去做一个key 那应该就是一堆数字的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签订起左手边 大A一样 我们说过曲直 一定会有小花号出现 但是我现在对很多个 这个columnwise一定可以做曲直 所以不要忘记 我会以中花号组 当作是一个向量的一个宣告 分别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12 13 14 17 18 19 所以就是12 控格13 控格14 控格17 控格18 控格19 就这么简单 它就会告诉你 依序输出的结果应该就是什么 4 64 6 6 6 7 这样的一个数值 所以答案也是告诉你一模一样 就长得这样 它会按照你所给予数字的顺序 去输出它们相应的数值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小心把这个顺序颠倒 比如说 我把这个 13 14 17的这个顺序颠倒 我把它Key成 17 14 13 它一样会输出 但是就是按照你所给予的顺序 做一个输出 所以它会颠倒的一个次序 所以这个矩阵的顺序是有意义的 请你不要乱Key 那当然我说过像这种情况下 其实越来越来越让人觉得column wise index 所以我们人脑来说其实非常不直观 如果你今天想要使用raw column index的方式 你会发现简单很多 我要从2到4个raw做取直 3到4个column做取直 Key你的方式就变得很简单了 就像这个样子 一样不要忘记raw column中间会有个动画做分隔 动画的左手边代表是你的raw 2到4 逗点后面 3到4 也就代表说我对2到4个raw跟3到4个column 做一个取直 就这么简单 OK 我刚刚说过raw column index的方式 是要保留原本矩阵的一个样貌给你看 所以它输出就会是一个3-2的一个矩阵 给你看 所以它的样貌就会是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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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就像这个样子 就这一块 所以这个是raw column index的使用方式上 比较直观 而且能量重量可以保留原本矩阵的一个大小 所以请各位稍微做一个练习 那再稍微变化一下 大家做个挑战 如果我现在想要对 这么奇怪的范围做取直 我该怎么做 这么奇怪的范围 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column wise index 其实跟刚刚没有什么两样 我今天只是依序 key in 不同的数值 所以我再回到我的commule上 我如果要用左手边 column wise index的取直方式 没有什么表不起的 还是一个 一个1乘6的一个factor 在我的这个小号号里面 我会依序 key in 什么 12 14 15 15 17 19 20 就像这样 跟他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我把我这个index的 这一个 column wise index 做个替换 所以他一样会输出 该给你的数字都会给你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右手边这种rot column的index 你该怎么输入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注意到 我就不应该再去使用 a帽号b 就是我们说两个数字 比如说 2到5 这种情况 因为如果这时候key 2帽号5 他就会把第三个ro也一起包 包含进来 那这时候我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把帽号这种key法也换成 矩正的圈号方式 就是那个向量的圈号方式 就是那个向量的圈号方式 所以我会怎么写 各位看清楚 我会这么写 一样 小括号有一个斗点 但是斗点前面的这个ro呢 他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他会变成是2 4 5 你看我会用向量写法 因为我今天不要3 所以我不能够用2帽号5的写法 我会直接用矩正 一个向量圈号方式 我会直接写成2 斗点4斗点5 或者是2 控格4 控格5 所以你会知道 其实在矩正里面 你要用控格或用斗号 意思是一模一样 就是斗号跟控格 在一个向量或矩正圈号过程中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但是在出去的过程中 我其实建议你可以稍微 区别一下斗号 因为我会建议各位 在开始记忆的时候 把斗号当作是 弱扣的index 这个分格的一个方式 好 那后面呢 后面扣号的地方 因为你一样是针对3 4这个扣号做 所以你可以用两种写法 3冒号4 这样当然可以 或者是什么 你一样比照 哎 我们用前后比较类似的写法 你用一个中号组 写成3 共格4 都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again 他会维持一个 3成2矩正的形式 但是 他不会保留 那中间那个控行的地方 他会自己把它兜成一个 3成2一个矩正 好 就像这个样子 所以矩正的结果就是 4跟6在第一个raw 然后67 4523 在第二个 第二跟第三个raw上面 所以他应该长得就是像这个样子 OK 所以请各位记得 其实 矩正的曲直 也不过就是一直在 这个改变一些 这个所谓矩正或数值的一个填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练习一下 所以你可以有各式各样很多很复杂 不同的曲法 但是 反正原理上都是follow这些游戏规则去做一个曲直的动作 好 那反过来 我们刚刚都在做所谓的 曲直 我们刚刚都在做所谓的曲直 但实际上 在矩正的这个使用过程中 你不只可以矩直 你还可以怎么样 你还可以去做删除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删除一行 删除一列 或者是什么 改变曲直里面的数值 都可以做到 那我们先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想要让你去挑战一下 我可不可以去删除一个raw 或删除一个color 好 举例来说 如果我现在想要你去删除 这一个 我要你去删除这一个raw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就没有鼓励各位去使用所谓 colorwise index 当你想要对一整行 或一整列 做一个删除的时候 其实我都鼓励各位 直接使用raw column index 一个系统 因为简单 因为直观 而且比较不会出错 你可以这么做 我现在要你去删除第四个raw 所以你会这么写 首先我们先对第四个raw 做一个曲直 我会怎么写 一样哦 四度点冒号 四度点冒号 我们说过在动画前面的四代表是第四个raw 后面的column地方我们就写冒号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column都给取出来 所以第一个column 第二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第四个column 第五个column 我都要 而且都是从第四个raw来的 会这么写的 那当然如果你只有这样子按下enter 它其实是一个曲直的动作 它会传给你第四个raw上面所有的数值 但是我现在要你们是删除它 该怎么删除 其实所谓的删除 就是设定一个新的数值给它 什么样的数值 没有数值的空取证给它 怎么做 这样做 我会写上这个动作 我会用一个assign的方式 我用等号 我将等号的右手边放上一个空的中夸号组 那空的中夸号组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空取证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请manover指派一个空取证给第四个raw 也就是什么 删掉它的意思 因为你让它变成空的嘛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先看一下 A原本长得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如果指派了刚刚这东西给它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各位看出来它的差别吧 看出来它的差别 就是原本是一个五乘五的一个取证 一旦我指派了一个空取证到第四个raw的时候 它就会近似的把这一个第四个raw 这一个的数值全部都挖掉 全部都挖掉 同样道理如果我今天想要你去将 这个某一个column 变成是空取证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做得到 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先希望你把这个 比如说我先希望你把第三跟第四个column都挖掉 都移掉 我可以怎么做 我这次就会这么key哦 这个写板就是我将所有raw里面的第三跟第四个column 全部都设成空取证 也就是把它都移除掉了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矩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刚刚我已经移除掉一个raw 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四乘五的矩阵 现在我再移除掉两个column 它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四乘三的一个矩阵 所以这个矩阵的一个delete的一个single row 甚至multiple rows 或multiple columns 其实它的输入方式就这么简单 只差在根据 只差在一个什么动作 你会加上一个assine的动作 而且你会assine一个空矩阵给这个位置 那不要试着去挖掉一个 比如说请你不要试着去挖掉一个 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三乘二的一个矩阵区块 manable 做不到 他会error 因为你一天晚上挖掉之后 他不知道这个矩阵长什么样子 没有这种中空的矩阵 所以请你不要去挖掉那种 不是整个raw 或整个column 这种动作 这一定会出错的 一定会出错 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你就会看到红字给你看 ok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去key一个 A1-123-3-124的空矩阵 manable 会告诉你 这个跟他所拥有的这个矩阵是match 因为他不允许做一个 删除部分的raw 或部分的column 这个动作 你一定至少 如果要column 有一个要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全部的raw 或全部的column 这是at least你需要做的事情 ok 那再来除了弯架之外 我们其实可以去改写里面的数值 如果今天想要改写 他其实跟刚刚的动作是一模一样 如果今天希望你把这个 2-12.2 或者是我们说column as index 里面7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数值上的改写 你该怎么做 很简单 你需要用到等号 因为你要指派新的数值给他 等号的左手边 你一定要使用 我们刚刚取写的动作 就是会有一个小放号组 里面会放上特定的 一个index的位置 但是在等号的右手边 你会给一个新的数字 比如说我先请你将这个7 或者是2-12.2 或者是重新指派成100 你会怎么去key 想想看 你会怎么去key 那key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你会怎么做 我先把我这个矩阵 弄回五成五的样子 你如果想把它弄回来 自己去找一下 你之前的这个community history 就好了 找到他一下inter就可以了 我现在想要让这个 比如说我先用column as index 的输入方式 我就会用A小放号7 接下来什么 等于100 我说过等号的那条指派 所以我将100这个数字指派 到A小放号7的这个位置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的矩阵里面 这个7这个index的位置 会变成新100 同样道理我也可以怎么做 我先让它还原到原本的矩阵的一个样子 我也可以将 这一个key in的方式改成什么 我刚刚说了rocolumn的一个虚误方式 2 0.2 我也可以用这种输入方式 你一样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结果 将2 0.2 第二row第二column的位置 改成100的一个输入方式 一样可以做得到 可以吗 所以这个没有很困难 这个其实你就是按照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key in方式 你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目的 那again 如果今天想要各位是把我刚刚所说的 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全部都改写成100 可不可以做得到 好 那跟刚刚的写法 其实again又是一模一样 那我先只示范这一个 只示范这一个 road column输入方式就好 不用浪费时间 我会针对什么 第一个 我会针对我2到4 这一个road做一个曲折的动作 再加上3到4 这个card位置做一个曲折 但是我现在做填值 所以我会用等号等100 也就是说我将100这个数值 指派到这个所有的 这一些你取值出来的位置 它全部都指派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marib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将单一一个数值 指派到一个举这样的范围里面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那得到的结果就像这个样子 它可以一口气把100通通都指派到你所 设定的这个范围里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你可以尝试 就是左手边这个conwise的输入方式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我将我的这一个 左手边这个地方 我一样用矩张的方式放上 我刚刚说的这一个conwise的输入方式 所以我用这样的index做一个数据 16 13 14 17 18 19 为了区别我把现在的数值改成200 只字证明我这都把它放进去了 那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所以不管你有哪一种index的方式 你都应该可以很容易做取值跟填值的动作 就是你可以把数值拿出来 你可以把新的数值设定给它 你都应该可以做得到 ok 好 好 那所以这个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参考 参考一下那个奖励上的一个key 方式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只是指派一个数字 给这一个矩阵的范围 我可不可以将这个矩阵的范围里面 重新改写成一个矩阵 我会做到这件事情 答案当然可以 举个例子来说 我现在希望请你把这一个 我刚刚说 这个位置 好比如说这个 我希望请你把这个 2到4个RAW 3到4个Color里面的数值 改写成一个新的3乘2的矩阵 可不可以 答案当然可以 好比如说我现在就以10 20 分号 30 40 分号 50 60 好我现在为什么key这么辛苦 因为我现在其实是用一个 中化组的方式 但是里面也可以注意到有两个分号 代表他其实换了两次 换两次RAW 所以他总共有三个RAW 每一个RAW里面都有几个数值 都是1乘2的一个项量 所以他这兜起来应该是一个几乘几的一个矩阵 就是3乘2 好各位自己幻想一下 那各位记得一件事情 当我左手边的矩阵是一个3乘2的矩阵 我右手边的矩阵也必须是一模一样的一个dim 这样再放进去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所以当你这么一key没有问题 你很容易就把刚刚这个位置改成 10 20 30 40跟50 60一个情况 但是要是我不小心key做 比如说我把这个矩阵不小心key成一个2乘3的矩阵 他会告诉你说你在assign这一个矩阵的时候 他的dimension是 mismatch 等号左手边跟等号右手边 他们dimension是 mismatch 所以请你特别小心 如果你要做一个矩阵取代矩阵数值的一个情况下 等号左右手边的矩阵大小必须是一模一样 这是你务必要特别小心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key音方式 那当然我们刚刚所讲解的是右手边的key音方式 但是你会注意到左手边的key音方式其实也可以 但是左手边的key音方式你会注意到 因为我们刚刚在做一个这种所谓columnized index 你会发现他的数据都是什么 都会是一个1乘2 比如说你有6个数据的曲子 他会是一个1乘6的一个factor 那这么小时候 你在指派数据给他的时候 你也会注意到 你必须也要给他一个1乘6的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比较讨厌的情况 就是你在这里面不用到任何的分号 因为我们刚刚念起过程中 你就知道这边是一个向量 这边也必须是一个向量 所以初学者如果你觉得左边这个东西你很难理解 你可以先试试看右手边的key音方式 会比较直观一点 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概念上来说 是很简单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宣告的概念 也告诉我们一个矩阵的一个坐标系统 或者我们说曲子跟甜的一个概念 那实际上在下课之余 你可以练习一下去help一下这三个function Lens我们上礼拜稍微练习过 但是这个size你可以试试看 size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指令 有的时候如果我不确定 我手上有个矩阵大条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size这一个function 一样我们说过在使用函式的时候 你要用小话号组 里面放上一个变数的名称 或是一个矩阵的名称 它会告诉你其实a是一个5x5的一个矩阵 这是一个size的使用方式 那lens我们说过 其实lens是用在向量上面比较好用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1乘10的一个向量 你丢给你这个lens这个function 它会回传一个10这个数字给你 告诉你说它其实是一个最长的长边 其实是一个有10个element 10个长度的一个情况 那find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function 在目前的课程中我们不会使用到 但是在实际用面上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用它 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 它可以帮你去找符合特定数值的一个 这个element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举个例子来说 各位先稍微看一下就好 但是你其实不太会用到 你可以问他 请问a a里面数值是大于 比如说大于这个10的 你可以问他 他可以把这个index回转给你 所以你会注意到 你这一个 我们说它是5乘5的矩增总 25个element 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问他a大于10的位置在哪里 他会告诉你 第一个element 第11 13 14 15 17 这就是一个所谓commonwise index 一个输出方式 他会告诉你 这些element 其实都满足所谓 数值大于10的条件 这就是一个所谓commonwise 所以你可以回去对照一下 我们刚刚说这个矩增的样貌 你可以对一下就知道 为什么他说是这些位置 比如说第一个数值 它是12 所以它是满足大于10的条件 那接下来的这一堆到10 从2到10的这些条件 其实都没有满足大于10的条件 一直到11开始才是 所以11是33 12是4 所以也没有 13是6的4 好意思类推 所以fine 其实是一个 有的时候你想要去 了解这个矩增里面的 一些数值分布的情况 你可以去使用fine 这个指令 详细的使用方式 请各位下课的时候 稍微help一下 但是请你务必 将这个三个function 稍微做一个练习跟学会 OK 好 那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一部分先上到这边 大家休息一下